YAHOO 各位數位享受音樂圖粉們大家好我是Hank 歡迎回來我們頻道 那上一支影片我們開箱了最新的RS3 mini DJI 的最新穩定器 那今天這支影片我們幫大家做一下它的功能解說 跟它一些細部的功能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個就是我們接相機的部分 這次它在這個穩定器的快速滿足的比較特別的設計 那就是說它在這邊直接設計了一個L型 因為它跟傳統的RS3的不一樣是RS3比較大塊 那它有設計兩個螺絲孔避免鎖上去的時候機身 之所以一顆螺絲會側轉 那因為這個它可能是以輕量機器的設計 所以它就沒有設計那麼多螺絲孔 而是以這個一個擋片的部分 所以你在鎖在機身上面的時候呢 你可以鎖起來之後 利用這個突出來這個腳底著你的機身 那這樣你在鎖緊的時候呢 這個快拆板也不會因為你在移動 碰動的時候造成它越來越鬆而鬆動 對所以它是利用這個方式避免機身側轉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把快拆板抓回 穩定器上面 好那這邊簡單說明一下它的調平的部分 首先我們把各個軸的軸鎖 都先鬆開 然後先鎖到我們正常機器看起來的樣子 我們穩定器使用的樣子 那基本上我們調平的部分呢 會先以越靠近相機的部分走所做調平的動作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鬆開這一個 讓它前後擺動 那恰恰往後擺 表示它後面的重量太重 那我們就把它往前 機身往前移動 那這支前後移動呢到 OK 像這樣 像這樣 沒有什麼移動OK 那這個表示這個軸鎖OK 我們就把它鎖起來 那這個軸鎖下的另外位置是上下的部分 所以再把它機身往上擺 像現在它往這邊擋 可是這邊太重了 我們再把這個軸鎖開 東西放在車上放進來 我現在下去買 我這邊 我鏡頭先放在這邊 這邊推 OK 大家看到 這邊再鎖起來 那這個軸跟這個軸 這樣就是穩定的 OK 那我們再把這個軸鎖鎖起來 再解開第二個軸鎖這邊 那 這個軸鎖剛好 現在往這邊 重 這邊太重了一點 我們再把機器往 對外的方向推一點點 推到也是一樣 我們中間還是要維持一樣的位置 再把它鎖起來 OK 這就是第二個軸鎖也完成了 然後鎖起來 那第三個軸鎖在這邊 那 我的調平方式是 我會這樣讓機身傾斜一點 像一下它就往這個方向旋轉 表示這邊太重 那我就把它都往 轉方向 推一點 好 一樣推到像這樣 你看它鬆開它也不會動 表示這個軸鎖的平衡也是OK 再鎖起來 OK 那三個方向 軸鎖都調平完之後 我們就把各個軸鎖打開 再確認一下 當我不施力的時候 它是不是可以保持一個平衡的狀態 那像這樣 保持一個平衡的狀態 沒錯 表示我們調平是沒問題的 那之後我們再做開機的動作 那它這次的介面呢 跟也是保持RS3家族介面一樣 這邊有個螢幕 有功能選擇 像是由上往下滑是一些細部的設定 像是藍牙快門啊 聲音之類的 由下往上滑是可能一些 那個旋鈕的速度啊 撥桿速度之類的 中間這邊就是功能 那這次因為它沒有像 3 Pro老大哥有一個 實際的功能鍵 所以它回到前一代一樣的方式 第一次就是按這個M鈕 去調整它的模式 一共有三個M1 M2 M3 可以做一些設定 那你可以點進來 再確定你的每個模式下面 的軸是什麼樣的運動 好 那我們回上一頁 那最左上方這一個呢 就是電機校正 因為我們每次調平完之後 因為你的機器重量都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按這個 開始校正 讓它做一次電機出力的調整 那這部分都跟目前老大哥一樣 而且它也保留RS3系列一個 優良的傳統就是 它在後面的介面的部分呢 我們等一下調平完之後 可以看到右上方 它會有一個 算是一個圖像化的顯示 告訴你說 你今天馬達出力的健康程度 你看現在 我們回到主畫面 這邊是綠色的 那你看我要是手上面 施力一下壓一下相機 它就會紅色 告訴你說 你現在的調停是不正確的 比如說這種最簡單的圖像方式 可以明確你就知道 你現在穩定器工作的情況 然後後面這邊的話就是一些 像我們一樣 細部設定的 移動的速度 這些之類的 所以整個加速源很方便 就算它做到這麼小台 它並沒有把 我們最重要的 像是操控性的部分做省略 其實這點我剛剛試過蠻方便的 那像我們上面的機器 是A7R2加1635 其實也大概在一點多公斤 那你可以發現其它運動起來 非常的順 那這次呢 那i3 mini我覺得還有一個優勢是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留的空間 這跟一般我們以前最怕就是 用很多小型穩定器會怕到就是 這裡距離不夠 所以你在運體角度的時候 會K到後面的軸鎖 後面的滾滾軸 那你發現 它留的空間非常的多 那當然1235本身是比較小顆的鏡頭 不過你看它留的空間這麼多 就會讓你覺得說 欸 它官方宣稱的 達2470 GM2 沒有問題 相信應該是OK的 你看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是很方便的部分 那這邊我再幫大家解說另外一個就是 這支的熱門工門 就是直拍的部分 首先前面這個紅色的開關轉鬆之後 它就可以推出來 後面有個保險扣 壓著 推出來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呢 這個橫滾軸的部分 這個軸的部分 我們就把這邊轉鬆 然後這裡往下壓 往下面退 這邊有一個保險的開關 這邊可以推出來 那接下來你可以看 我們軸就把它維持著 這樣的形狀 然後再把這一個 直接這樣的扣上去 再扣起來 這樣就完成直幅的拍攝了 而且這一次它月流的空間夠有關係 那我們現在也一樣做個調屏 你可以看到其實它 直幅的調屏 空間也非常的多 像這樣 我們也是用 跟剛剛的步驟一樣 因為從靠近相機的走索開始 就是 左線調平的動作 然後接下來 你看重心偏 因為橫的跟直的重心偏移 這個走的就偏移非常多了 那我們就一樣把它推回來 像這樣 那我們剛剛也是測試過 就是發現 欸 因為這個結構的關係 所以它是少數真的 你相機直不到橫幅 橫幅到直無拍攝的時候 它可以做到 真的是相當完美的平衡 而不會像我們以往設計的時候 可能因為 加L版或者是加其他的方式 有時候會讓相機變得偏高 所以 很難調屏 那這一次 因為這個 這一個 結構的關係 它可以做到真的是 比較漂亮的調屏 都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偏動 其實算非常強的 然後你看就直接開機 就可以完成 我們現在自媒體最多 可能要錄抖音 錄一些手機上面看的影片 欸 直接這樣開設就可以了 對 加上它的耐重也很夠 其實說真的耐重2公斤 你一般 我們錄一些Vlog 其實也不會 不一定會讓它那麼重的鏡頭 你可能會用定焦 像20定焦 或者是 APS-C的機身 加比較小的定焦 那這樣來說應該是一個 非常方便的一個組合 對 所以 要是您對 您本身對這台機器有興趣 那你也不確定說 你的機器是否能挑拼 能不能這樣的 這麼順利的話 歡迎大家帶您的機器到現場來 那我們這邊有工作人 會教您做 實際的測試 跟使用這樣 對 那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我是Hank 謝謝大家的觀賞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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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